Hello 麦克听姐好介绍 今天一边运动 一边跟你们介绍房子 今天我们来到Mudia Rini Oppa这个小区哦 等一下我们去参观的是一间 三层楼的典制屋 这间典制屋很夸张啊 屋主花了500千 接近半个million 来装修他的屋子 里面很漂亮 全家室也全部送给你们 而且的话呢 还有电梯哦 家里有老人家的朋友 这间绝对适合你们 我们一起去参观这间房子吧 来来来 我们来看 就是在我身后这一间 哇 超漂亮的哦 你可以看到 这一间三层楼典制屋 旁边屋主已经扩建了 而且你看 地砖跟大门都 非常的漂亮气派 然后呢 我们这一间是典制屋嘛 所以旁边呢 它还是有一个 实扯的空地的 屋主是铺了这个夹草皮 种一些棚栽 旁边这一栋都是经过扩建出来的 再来呢 带你们去参观一下屋子哦 我们这一间的话 土地面积是32×65的 大门的方向呢 是向东北 等一下你们给我进去看哦 里面你看到的家具都是留下来的 来 进来我们的客厅看一下 哇 一进来我就看到这面墙 哎 你们这样有看是不是觉得是壁纸 不是哦 它是真的装来的很漂亮哦 而且呢 可以看到吗 这一间房子的装修风格跟摆设 都比较简约风 然后呢 颜色也都是比较浅色系的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客厅的空间 如果是讲哦 哎 有看戏的朋友 这边肯定是挂电视啊 屋主堂没有挂电视 或者你可以放成投影机也可以 这个是客厅的空间 再来 客厅旁边这边呢 放了一张椭圆形的桌子 六人座 这个是我们的饭厅空间 厨房的话 等一下带你们参观一下哦 后面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 好像小吧台这样的感觉 这一边平时可以煮个Maggie面 或者泡一点饮料 在我们后面这边呢 屋主的电冰箱啊 橱柜啊 烤箱都在这边 里面还有一个小空间可以放东西的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楼下的话呢 哎 我看这边哈 啊 这边呢 本来是一间楼下的长辈房 屋主把它换成这种玻璃推拉门 拆光很好 做成是这个洗衣房 如果是讲你要把它改成 卧室的话还是可以的 你看这个空间哦 方方正正其实很够的 再来呢 这边这个卧室的旁边 它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卫生间的 五房五侧 屋主改成哦 是这个洗衣房是为什么 因为这边走出来 它其实有一个这种透天天景的设计 所以它平时洗了衣服就放在这边晒也可以的 所以很好的去看你自己要怎样来运用 再来 刚刚你们一看镜头的时候 是不是有看到两片蓝蓝色的东西在墙上 哎 是什么来的 婷姐带你去揭晓哈 来 我们看一下 哇 哎 这个好像一个仓库 古代仓库的门转进来 哦 原来这边就是刚刚我们在外面看到哦 扩建出来的空间 平时咧 它们你看摆一张小桌子 偶尔可能在这边哦 吃早餐的时候比较少人就在这边吃 而且还可以看出去哦 外面的采光照进来很漂亮哦 我们这边呢 是一个小餐桌的位置 再往后走 这边呢 你看到屋主做了这个折叠的玻璃门 这边是一个湿厨房空间 采光很好哦 因为上面呢 是直接透玻璃的 旁边这边包起来的也都是玻璃 L型的这个炒菜的这个灶台 在这边非常的够用 喜欢大煮大炒的朋友 在里面炒菜的话就不用担心油烟哦 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也有注意到 没有错 我们在我们的楼梯旁边 这边已经备有了这个电梯 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也不用担心哈 这一间三层楼填住 有备有电梯的 我们去楼上参观一下 来 我们来到二楼了 二楼这边是有三个房间的 我们先看第一间房间哦 你可以看哦 这一间房间呢 它放什么 放一张双人床 旁边这边在门旁边也放了一个小衣橱 这个房间没有很大间 可是放双人床跟衣橱 基本用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然后也是一样哦 都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而且还可以做到干湿分离哦 我们去看看哦 隔壁那间房间 这边哦 我们的二楼是有三间房间的 然后这个是第二间 哦 第二间的空间感比刚刚那个大一点 因为刚刚那个就是一个小镇方形嘛 我们这一间房 它是一个L形这样的设计的 所以屋主它只是摆了一张哦 把人床在这边 衣橱放在这边 如果你是要可能 比较多东西要摆 可以再看哦 怎样来去摆设 它这边还可以摆下一个沙发 然后你可以看到吗 这间房间的厕所 它这边是没有做门 可是这个玻璃都是已经割好给你们了的 再来的话呢 我们先去看一下小厅先 小厅这边也很宽敞哦 你看一下 这个呢 是经过扩建过后的小厅 原本的这个二楼的小厅呢 它是只到这个部分而已 然后屋主呢 在刚外观看 它这边扩建出来了 所以空间感哦 哇 等于一间单层排屋的客厅哦 它二楼的小厅 而且看 哇 我们看出去外面 这个扩建的阳台 种了一些小盆栽 还有一个小风扇 平时可以在这边哦 休闲啊 看看环境啊 或者是讲 听听鸟叫声 来我们来看一下二楼的这间大房 这一间还不是主人房哦 主人房等一下再带你们去看 很漂亮哦 这一间是我们哦 第二间主人房啊 可以讲这间是一个双主人房的房款 这一间大房的话呢 放一张大的床架 旁边有放衣橱 这边还有摆一个应该是小床架吧 旁边这边的空间感你看一下 还是有够的 而且这个房间呢 它其实呢 这一个部分啊 你可以自己改成你的衣帽间 屋主只是摆了一个衣橱啦 这边有放个窗帘 所以你要拿来做成壁橱啊 做一个美美的梳妆台都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 这间房间因为哦 你可以看一下 哇 它的浴室就比较漂亮啦 直接是玻璃门都有了的 可以讲我讲咯 第二个主人房 最大的主人房在楼上 跟着听鸟去楼上看一下 来我们来到三楼了 你可以选择爬楼梯来三楼 也可以选择乘搭电梯来到三楼 三楼呢 一打开电梯门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玻璃的门 我们打开进来看 哇 好大的主人房哦 一进来的话 我分两个部分来介绍哈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旁边的这个落地窗 采光是非常好的 还有我身后这边哦 先参观一下 这一边大主人房的淋浴间 有一个超大的按摩浴缸 按摩浴缸这么大 这边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淋浴间 是超大的 然后呢 平时泡完澡出来 我们转右 女主人就可以在这边 选衣服 选饰品 然后或者在这边 擦她的lotion画一下装了 然后呢 走过来的话呢 想要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卧室的部分 现在这样子走着过来 来看一下很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讲哦 这一个整层的空间 好像像我讲的 刚那是单层排屋的客厅嘛 这个好像是三间单层排屋的房间 架起来这样 这边一个大床架 然后旁边 嗯 这个是摆一个设计灯啊 可能你可以在那边放在按摩椅 屋主哦 除了床的话 这边还很享受哦 摆了一张很漂亮的沙发啊 可能平时可以在这边看看书啊 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我们超大的主人房 再来 哎呦 这边还有一个门哦 我看一下哦 这边可以走出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啊主人房呢 也是有阳台的 主人房的阳台在三楼这边 所以看过去哦 哎 视野都是很高的哈 这一间呢 就是我们今天在 Mutiarra Rini 这个Mutiarra Mas Opa 画带你看的一间三层楼 田字屋 32层65 然后呢 我们这一间是五房五侧 它大门的方向哈 是向东北的 这一边呢 它是Listhor 991年 也是一个保安威力哦 非常严谨的小区 每个月保安威力费 只是150块钱而已 然后这边整个小区都是田字屋 都是以华人居多 然后这间屋子 你可以看到这么漂亮 屋主全家是送给你 装修扩建了 接近500千这么多 卖家是多少钱 卖家需要1.5个M 150万 有兴趣朋友 打电话来 卖个庭杰好介绍哦 因为这个地点很好 我们到对面就是Mutiarra 的商店街了 吃东西买东西非常方便 如果你要去Tesco的话 也是一样 开车三分钟就到了哈 要到皇后啊 还是要到我们的Sucramo 也是8-10分钟的车程 去新加坡工作室 这边过去第二通道 只需要25分钟的车程 有兴趣打电话来 或者在下面留言 或者WhatsApp 我们预约来看房 像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 记得离开的时候 点赞关注 卖个庭杰好介绍 屋主们要卖屋子 要出租屋子 也记得找我们哦 下期再见